HRIT近年是一個很流行的運動模式 我們上網看見很多說法 HRIT可以幫助我們有效減肥 但有些說法是我們只做短短幾分鐘 HRIT就會有效果 究竟是真是假 HRIT的英文傳稱是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中文是高強度簡潔訓練 原來是透過高強度和休息循環相間 希望可以短時間達到訓練效果 運動強度就希望做HRIT的時候 達到個人最高心跳的八成 好處方面 其實剛才也說了 相對比較在省時間 容易放進你的日常工作生活中 另一個好處是HRIT相對變化會比較多變 甚至也可以配合一些不同的工具去做 令到人們玩起來更加投入去做運動 我們去做這些研究 我們都會發現 如果短短幾分鐘 其實未必或足夠 令到你帶來很明顯的減肥 健體效果 整體來說 如果整個運動量有大概20分鐘以上 出來的效果 在我們的經驗上會比較好 IT動作其實都涉及跳躍 尤其是在家裡自己做的 可能要圓地跳 左右跳 或上下跳 我會說這些跳躍動作的好處是可以高強度 而且容易令到你的心跳提升 達到心肺鍛鍊的效果 但問題是有沒有特別做開運動 可能關節肌肉的能力比較差 他做一些跳躍動作的時候 其實對關節尤其是膝蓋的負荷比較大 因為這四個動作都相對是比較有動態和全身性 你做的時候就會多一些不同的肌肉 亦都可以令到你的心跳提升得比較快 或者消脂減肥的角度會比較好一點 做的時候一開始就站直 然後就向下蹲低 雙手撐離 然後就雙腳向後跳 身體就成一直試驗到一個準備 掌聲下的準備姿勢 再之後就雙腳收回來 然後就起身 為之一下就重複去做 一開始的時候又是站直 雙手可以叉腰 然後就可以踏出右腳 然後就前腳收成90度 然後就是還原 換另一隻腳再踏出 重複再做 我們手腳就站起來 然後就在同一個節拍中 手腳同時向外打開 這個時候手掌在頭上 然後就可以還原 不停重複再做 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可以先做一個掌聲下的預備動作 雙手撐地 我們就把其中一隻腳的膝頭 帶進身體那裡 摺起 然後就左右腳來回重複 不停地做 如果速學者的話 我會建議他們可以 四個動作為一個循環 每個動作可以做30秒 中間就休息30秒 可能開頭可以嘗試三個循環 如果能力可以的 就慢慢一路加到五個循環 就這樣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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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